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准备了一下 2023下半年必看韩剧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 Dizini Plus播放韩剧阿举 在韩国以11.2的高收视率结尾 收到了非常高的人气 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8月9号开始播放的 女生用求音声韩女主演的 Dizini Plus韩剧母饼 截止到8月13号 在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等 5个国家地区拿下了观看一位 母饼是一个描绘了隐藏超能力的孩子们 与隐藏痛苦秘密生活的父母们的故事 这部戏投入了超过500亿韩币的制作成本 被称为是韩国最高制作成本的电视剧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对于母饼的韩王反应 我不太喜欢看电视剧 但是今天都给看完了 原本以为是动作片 但竟然被疗愈到温暖到了 怎么能在一部戏里出现 爱情疗愈动作惊悚悬疑呢 订阅Dizini Plus的钱一点都不可惜 真的好有趣 终于看到第8集了 好久没这么等待电视剧了 拜托一定要看 是今年看的当中最有趣的 就一句话 真的非常有趣 而除了母饼之外 目前播放中的 《初望所要减车色格的古怪兽》 《卡吉诺》 《西津2》 9月27号即将播放 《吉桥舞与亚军》主演的《全家》 以及经典韩剧 《特给比米山》 《大亚这些《霍特的路纳》 都能在Dizini Plus观看 所以喜欢看韩剧的人 把握时间 在开学夏天结束前赶快追起来 8月17号 TWICE队长吉后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 而专辑发表第一天 就创下了357600多张的销售量 反应非常好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TWICE队长吉后《吉桥舞与亚军》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哇 歌曲好听 风格相配 找不到不足的地方 JVP之前哪样也是那样 真的很会找与形象符合的风格 哇 大发 TWICE果然是TWICE 副歌之后 如果能更有冲击力的话 应该会更好 歌唱能力好 所以听起来更好听 主打歌感觉有点弱 没有说 就是这首歌的感觉 这是最近JVP娱乐歌曲中最好听的 其有的歌声真的很让人爽快 声音已经犯规了 从第一句开始就 哇 大家去听一下 整个专辑收录曲真的大方 其实因为哪样的solo成绩 实在是太好 所以我个人是有一点点的担心 结果完全不需要 再喊往的反应非常好 所以极有兴趣Killin' Me Good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没有问题 曾经认辑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